在公平会,针对一传媒并购案召开公厅会的当天 场外聚集了近千名学生高呼反垄断 人群中出现了几位重量级电影人 像是导演柯一震、陈文斌 还有新锐导演杨雅哲、叶天伦等人都是到场声援 其他像是歌手张玄、剧场导演吴念珍 也都在个人的脸书上表示支持 接下来的新闻专题,我们带您来看到 反媒体垄断运动中 低调却是立场坚定的艺术工作者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全国学生站出来 媒体聚首倒下来 17度的低温才下着雨 反媒体聚首青年联盟站出来 为一传媒并购案向公平会大声呐喊 公平会主委 公平会主委 您的行为 已经违反宪法 公平交易法 我们是反媒体聚首青年任务 我们是反媒体聚首青年任务 抗议现场出了有近千名学生及公民团体 赫然看见几位重量级电影导演的身影 柯一镇、叶天伦、杨雅哲都与学生们站在一起 我赞成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 因为本来这里就是一个民主自主的国家 学生其实是我们现在最好的良心 快步走向学生仍被眼尖的媒体发现 这群低调但始终立场坚定的艺术工作者 用行动展现他们对年轻世代 还有对台湾未来的关心 这事情不能只有全关心 我觉得一般公民也都要关心 所以我们只是工作是导演是编剧 其实我们就是台湾的公民 我们的媒体被垄断的时候 你每天看到的东西都会是同样的主旋律 那我们不希望变成一个只有主旋律的国家 尽管主管机关表示 交易签约还不等同于商业结合 必须要有实质的股权转移 不过在得知一传媒的买方背景 包括台塑 旺旺与中信金集团时 台湾的大多数民众或许都该感到忧虑 苹果日报工会理事长蔡日云 形容这是一场魔鬼交易 因为并购交易案的五大买家 有台塑总裁王文渊 中信金副总是掌顾重量 还有两位以个人投资的新买方 分别是冰档大亨 龙岩董事长李世聪 与台湾禅贤董事长李泰宏 以及争议最大的 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 以旺中集团原本拥有的平面媒体 加上并购一传媒后 市占率高达46%以上 而这五大买家的事业版图 横跨食品 石化 银行保险 殡葬及建设业 其中 姑 王 蔡佳 在中国遭有庞大投资 或正积极强进中国 因此当媒体业被财团并购 财团又受中共应付左右 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的情况下 这首主旋律就像是为台湾的言论自由唱丧歌 台湾的创作自由跟言论自由 是所有华人世界里面最宽广的 最自由的 那大家好不容易能够有今天 那我们不希望未来台湾的言论自由 跟创作自由走回头路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 就是做一个创作者 应该要挺身站出来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 在一传媒交易案前夕 导演戴利仁在脸书上写着 请强烈关心此事 如同关心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台湾欧吉桑导演吴念珍也在脸书发文 欢迎夜宿在一苹果大楼外 捍卫新闻自由的媒体工作者 11月30日 歌手张璇在脸书上写下 请你们不要放弃 请你们跟学生 跟学者 跟所有思考辩证者的人站在一起 不要轻易在争议中 模糊了最基本的对错价值 我们还有机会 自从拿起自己手上那只 别人总希望你掉在地上 别去捡了饼 公民觉醒的舆论笔 去写我们亲手决定的台湾新闻未来 看到这么多的学生 面对自己的小孩 未来要把什么样的环境 交给我们的自己的小孩 那我觉得不能让未来的小孩 怨叹我们说 以前我们都没有努力 所以现在的每个人 做的都是为了下一代做的事情 想问下一代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但是换问新闻自由这件事 不能等 感谢大家 我们知道这下行动 犹如狗臂火車 但是我们还只要挡住 这辆把台湾带上伊连航的火车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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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mes 一個人跳舞是皺板 全校的人一起跳舞就是民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